北京卫士 養生堂 为您播出的养生堂节目 我是陈赛 各位姐姐好 我是胖姐 今天您看见了吗 我这一身装备得这么齐全 护目镜 手套白搭挂 你说得太对了 我想赛赛 你一定会做一个 非同一般的实验 您说得太对了 你看这夹壳我都准备好了 首先就有这鸡蛋 然后就有这开水 然后就有这凉杯 我要做的这个实验 它可厉害了 这里面隐藏着很多 致命的风险提示 怎么了 质疑我 对呀 看您这实验材料 可不像什么致命的 生死有关的 我觉得您倒像美食节目 接下来我给您做一个 过鸡蛋 我先把这个实验 给您演示出来 您体会体会好不好 好吧好吧 你看首先 这是滚烫的开水 我要先把它放到我们的凉杯当中 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生腾的热气 足以见得这个温度 它是非常之高 我们要烫的 是我手中的这一枚生鸡蛋 对呀 你有没有发现 就这会儿 今年的这个夏天 有一些特殊 咱们问问现场的观众朋友 好不好 好 好 有哪位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 已经感受到 今年这个夏天的特殊了 闷 热 闷热 潮湿 闷热气压低 觉得喘气不舒服 胖姐 你有感觉吗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这个天气预报 你看 一周的时间都有雨 胖姐 你仔细观察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当生鸡蛋注入到 我们滚开的热水当中的时候 它的质地开始发生变化了 是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开水 模拟成我们的环境 那么鸡蛋 那就是我们了 就是我们的人体 看到鸡蛋的变化 我们就在想了 当环境很不友好的时候 我们身体一定会出现一些 致命的健康损害 比方说你看今年的夏天 它有一个特点 我们翻一翻天气预报 会发现高温预警 和这个下雨的预警 它是同时出现的 是的 雨水又多 天气又热 仿佛在下开水 还有一个特点 对 今年这个浮天 是从7月11号开始的 而到什么时候结束呢 到8月19号才结束 长达40多天 到底会有哪些致命的危害 是我们需要事先了解的呢 我们又需要做好 哪些应对的准备呢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 请出今天做客 养生堂的权威专家 我们掌声请上来自 北京中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大内科的副主任 原疾诊科的主任 王岚 王老师 掌声欢迎 欢迎王老师 主任好 胖姐好 王老师好 我们再次掌声欢迎王主任 刚才我们也介绍了 说王岚主任 不仅是我们大内科的副主任 最主要的是 原来急诊科的主任 这急诊科有一个特点 接到的一般都是又重 然后病情又急的患者 所以王主任肯定对于 三伏天这些致命的危害 特别敏感 是的 爱临床经常会有 一到三伏天 尤其夏天 要入福的时候 有一类疾病明显的增多 而且这个疾病 是一个致命性的疾病 如果要是大家在生活中 稍加注意 可能能够避免 这种致命性的疾病 明白 所以是三伏天 致命危害有点多 可是不需要害怕 只要今天 我们听到王老师的提示 提前做好准备 就可以避掉这些坑 所以这三伏天里的致命危害 它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也带来了一段 急诊室的小片 咱们一起去看一下 王主任 帮我们介绍一下 片子当中的情况吧 好的 这是我们前几天 接诊的一个 比较紧急的一个病人 这是一个中老年的男性 在这个之前 应该是已经有不舒服了 但是当时没有太在意 早上起来的时候 已经有这种不舒服的症状 明显加重了 自己吃了一点药 然后它警觉性还是比较高的 吃完药以后 没有特别明显的缓解 他自己就到医院 然后到急诊的时候 刚刚进入到抢救室 然后这个病人 就突然地灰心跳骤停 然后我们就紧急地心肺复苏 然后气管插管 好在是比较幸运 经过我们的抢救 病人转为为安了 保全了这个生命 我们想如果要说 它没有这种警觉的状态 万一它是在院外 出现了这种情况 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刚才小片当中的 这位患者 其实在他身上发生的 就是今天我们要提示 大家的三幅天里面的 致命危害了 那在揭示这种致命危害 是什么之前 我想先问问 这种致命危害 它的发生率高吗 其实发生率很高的 就是每一年入服的时候 到夏天又闷又热的时候 每一天都会接诊的 这种危险的疾病 而且我们就是一到入服之前 都会全力做好这种抢救的准备 包括就是人员的警觉性的提高 包括药品的这个储备 包括医疗器械的这个储备 都是紧急的待命状态 随时可以进入到抢救状态的 我自己在几年以前曾经有一个经历 那一年是这个福天特别热 特别闷 就是每天到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 就会送进来一个 就是还是相对年轻的 就是这种致命性的这个疾病 而且就在两天前 我自己的姑姑就出现了这个情况 现在还在我们医院抢救 所以发生率还是很高的 尤其是对于中老年人 它的威胁还是挺大的 到底它的发生率跟哪些因素有关系 对我们人体的健康危害又有多大呢 我们结合一组数据 让王主任帮我们讲一下 这是北京地区的中医院 当时做了这么一个统计 左边这是不同的月份 大家看看发生率最高的 发生率最高的11月份 然后其次是12月份 16.3% 但是大家看看8月份是15% 到7月份是12.9% 实际上冬天发生率很高 夏天属幅它的发生率也是很高的 那测评上的两幅这个调查图呢 咱们看看这边测评上 这个致命性的疾病 它的发生率和温度的一个相关性 大家看看在7 8月份 温度比较高的时候 发病的人数也是有一个高峰的 然后这个11月份 12月份寒冷的季节 它其实也是一个高峰 温度变化比较大的 这个幅度比较大的 它也是一个高峰 所以这个致命性的疾病 和温度的相关性是很高的 大家再看看这边这个屏幕 这是这个致命性的疾病 和这个湿度的关系 湿度越高 然后这个发病率也是越高的 7 8月份它的湿度越高 然后这个致命性的疾病 发病也是很高的 所以咱们说的 这个第一个致命性的疾病 和温度相关 和湿度也相关 都是正相关的 那这么听来的话 同样是这个致命的风险 冬天只占一招 就是温度的变化 但是三伏天占两个触及因素 是吧 湿度又高 温度又高 到底这种致命的风险是什么呢 其实在开场之前 我们也在现场的观众当中 进行了一轮小小的调查 然后我们会发现 有两位阿姨 她们在这个季节身上 出现的一些不适的症状 证明她们有可能 跟这种致命风险的关系很近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接下来我们有请其中的一位阿姨 上台说一说 欢迎阿姨 阿姨 阿姨您跟我们说说 您是有什么不舒服吗 这个天最热的时候不舒服 在心里闷 上不来气 就可难受可难受 有的时候难受大劲的 就这块 后背啊 后把这个背疼 有的时候啊 要说这天可热 就从那个灯日日地转 就走不了了 就闷上不来气 我都得赶快找那个药 含上就好多了 您吃什么药啊 要吃那个 就叫树心肌肉丸 不经常吃 难受说吃 有时候严重大劲了 这后背就这个肩胛骨 这疼啊 然后闷就要不行了 你得赶快坐下 把那药含上完了多喝水 要是屋里头那个太潮湿了 就不行 就心闷得好 就得赶快开点空调 除除湿 凉过凉过 热了不行 湿了不行 天冷了不行 天最冷也不行 阿姨 那您之前体检的时候 查过相关的一些问题吗 我原来查过 我跟她说有点心跳过速 除了心跳过速 您还知道自己有其他的 一些健康问题吗 血脂高吗 血脂高 有脂肪肝 有脂肪肝 有动脉中央用化吗 有 有啊 有斑块什么的吗 斑块有 也有 有高血压吗您 高血压 高血压不太高 你迷糊的时候 140 160 要不迷糊还挺好的 不怎么太高 阿姨是过往是血脂高 有动脉中央硬化 也有已知的斑块 做过心脏的彩钞 然后有心跳过速的情况 但是因为这些症状啊 一直没有危及到要喊120 对 所以详细的检查 阿姨还没有做过 是吧阿姨 对 所以您特别符合 刚才王主任所说的 这种致命风险 发生时候的一些环境特点 如果让您猜一下的话 今天我们所说的 这种致命的风险 您觉得是什么呀 我姐的致命风险 反正要是大劲就该心梗了 我还没到梗 心梗啊 对 阿姨虽然没有到那种程度 但是阿姨已经感觉到 心梗对于她来说 在威慑她的健康了 是的 现场的叔叔阿姨同意吗 同意啊 到底对不对呢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没错哈 三幅天里的致命危机之一 就是心梗 我看到很多现场的观众朋友 都开始窃窃私语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除了可以看到 现场有两个阿姨 贴了这个白色的鸡蛋啊 证明他们离 这种致命危机很近之外 还有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 是贴了红色的鸡蛋 对 是因为经过我们的调查 他们也有心血管类的 慢性基础病 这些都有可能是一些 高危的因素 在这个季节 大家如果都有慢病的话 到底哪些情况 哪些人群 更容易发生这种致命的危害呢 我们稍后揭晓 感谢阿姨的参与 送上我们精美的奖品一份 阿姨 鲁花为您送健康了 鲁花高油酸 华生油 油酸膏抗氧化 青春派健康油 我们祝您越吃越年轻 阿姨 回去想着做检查 王老师 我们观察到 其实一接触心梗的时候 现场很多的观众朋友 内心都会一颤 说我是不是离这个致命的风险 也很近呢 到底哪些人 更容易发生这些致命的风险呢 一般的就是咱们有基础疾病的 比如说有高血压的 有糖尿病的 就容易是心梗 高危人群 心脑血管的高危人群 就是在咱们这个 就是高温高湿的环境下 然后容易出现一种症状 这种情况就容易出现问题 高热 高湿 这说的不就是这些天 发生的真实情况吗 对呀 然后就会导致我们体内 出现一个问题 有问题出现的时候 一定是有一些症状的提示的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让王老师帮我们解读一下吧 说说阿姨 我知道很多人 都有一边收看养生堂 一边记笔记的习惯 可是很多时候呢 这个笔记记不全 怎么办呢 现在有好消息 就是我们养生堂的APP 已经上线了 拿出手机扫描 我们屏幕上方的这个二维码 页面跳转之后呢 按照提示下载我们养生堂的APP 找到我们的节目播放的页面 然后在节目笔记的这个环节的下方 点击收藏就可以了 咱们看看啊 这个经常会出现的 比如说有可能会有倦怠乏力 有可能会有气短懒言 有可能出现口干舌燥 头晕 手足心繁热 脚变黄 大变肝 舌指红 而且少胎 或者是有花波胎 然后脉是细硕的 这种情况一般容易在夏天出问题 明白了 那现场的观众朋友赶紧对照一下 比方说倦怠乏力 食欲不振 口干 舌燥头晕心计 手足心热 小变黄大变肝 舌红胎少 前面说的这些 有谁觉得自己中招是比较多的 我们现场让王老师帮大家判断判断 同时我们还有戴茶饮 是为您解决问题的 多好的机会啊 是啊 来 我看我们第一排那个阿姨举手了 还有第二排的阿姨 就您二位吧 咱们拿着话筒上好吗 来 掌声欢迎两位阿姨 咱们中间请 阿姨 您说说问题吧 然后让我们王主任帮您判断判断 反正我感觉我有口干舌燥 有头晕 有心悸 手足呢 也热 有时候是不知不觉的 也会认得汗 就特别爱出汗 哦 对 平常老觉得没精神哈 一阵一阵的 好 我看您舌头 大家看阿姨这个舌头 舌趾是红的 而且它中间是有裂纹的 所以阿姨是比较符合表现的 哦 那咱们再来看看这位阿姨吧 我是老见的吃凉的喝凉的 哦 不吃的凉的喝凉的心里受不了 老想见小便大便干 您伸舌头看看 哦 这个阿姨这个舌头边尖是红的 嗯 有内热 摸一摸麦 主任 嗯 二位阿姨症状也有了 麦也摸了 到底谁更符合今天 我们所说的这种情况 这个阿姨 这位阿姨是比较符合的 哦 那阿姨咱先去休息一下好吗 谢谢 谢谢 谢谢阿姨 嗯 我身边的这位阿姨 是更符合今天我们所说的这种 接近致命危害的情况的 是 这个问题是什么 我们稍后再揭晓 但是阿姨您很幸运 因为今天王主任是带来了一杯 对这种情况有调理作用的 代茶饮来的 嗯 我们先把这杯代茶饮送给您 您先帮我们尝尝好不好 好的 好的 那麻烦胖姐帮我们去取一下 好嘞 嗯 嗯 我闻了闻 还挺好闻呢 哇 我也觉得 是吧 感觉很好喝的样子 阿姨您尝尝 阿姨很谨慎 嗯 好喝吗 姐姐 我们闻着味还挺好的 确实是挺好的 愿意喝吗 愿意喝 喝完挺舒服的 反正就是不知道这里边是什么 有一点点药味 哎呀 那肯定是得有药 我姑妈这 嗯 还有啥味啊 苦吗 嗯 不是很苦 有一点点色 有一点色 对 对 有熟悉的味道吗 有 什么熟悉的味道呢 这个是不是卖冬啊 哦 尝出卖冬的味来了吗 好像是有点 咱们不难为阿姨了 到底里面有什么 我们稍后再揭晓 您要是心急的话 拿出手机扫描我们的二维码 点击关注我们养生堂的微信公众号 输入关键词 福天提前获取答案 朝后听王主任为我们揭晓 这些症状对应的 到底是什么问题 感谢您的参与 送上我们精美的奖品一份 我们为阿姨送上的是 养生堂行业独家战略合作伙伴 育品高方提供的 龟鳖草本高 为了答谢广大观众 对于养生堂的热爱和支持 现在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电话 就有机会免费获取 育品高方桑胜草本高 每天有100个免费的名额 千万不要错过 育品高方 做中国人自己的养生佳品 阿姨 感谢您的参与 祝您健康 谢谢 谢谢 咱听见到底是什么问题 主任 刚才阿姨身上您说 就是我们所要揭示的 特别典型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呀 就是一般的这种 有心血管基础疾病的病人 如果要是有这种 七阴两虚的这种体质 他容易出现危险 尤其是容易在夏天出现危险 因为夏天一个是热 然后一个是湿 然后热容易伤气阴 另外呢 湿 咱们说湿是有一个 蒸腾的一个作用 碳液蒸腾了以后 咱们的有效的血容量 就会受影响 然后就会有这种 气虚 血淤加重的这种可能性 另外呢 在夏天的时候 咱们大家都有这个感受 睡不好觉 一旦睡不好觉 其实是很容易伤气伤阴的 就是大家可能这几天都会有这种感受 睡不踏实 或者是很难入睡这种情况 容易伤气阴 另外呢 有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 有这种气阴不足的这个表现 但是呢 平常喝水喝得不够 所以就更容易出现这种 心虚了以后 然后导致的血淤的这种表现 所以就会容易出现这种心梗增加的这种风险 看到这儿可能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在想了 你说这天又湿又热 我实在是难受 我可能也有七饮两须的问题 我应该怎么办呢 刚才阿姨喝的那杯代茶饮 我也想尝尝 但是给胖姐一个机会 我知道她有特别多的问题 是吧 是的 是的 因为我们不单单是有心脏病的人 像我们这些上岁数的哥哥姐姐们 我们兜里都得随时拽着什么 张姐 把你身上那个高招拿出来 这都还随身携带呢 是的 不敢不带 我上那姐那儿拿着这药 让主任给我们看看 小瓶啊 不瞒你说塞塞 不单单是有心脏病的人随时带着这个 就像我们一样上岁数 兜里都揣着这个 这心梗真的是猛音虎 所以我们这兜里头消脏跟油 还有塑胶救新丸全带着 但是你说它是一个中药一吸药 到底应该什么时候吃哪个呀 还一块吃啊 您说得太对了 胖姐 我也发现了身边好多这个夏天容易不舒服的人 都随身携带着硝酸肝油 还有塑胶救新丸 但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应该选哪个药呢 吃多少合适呢 然后吃到什么样的程度 就必须赶紧地打120 咱们得进医院了呢 咱们问问张姐 她平时怎么吃的吧 对 怎么用的 姐姐您平时这两个药是怎么用的呀 这两个药有的时候不舒服 同时吃 每样吃几片啊 硝酸肝油我吃一粒 塑胶救新丸吃五到六粒吧 今年夏天吃过吗 吃过 吃过几回了 因为天气比较潮湿嘛 发闷我就不舒服 上星期吃了一次 吃完之后呢 缓过来了 对 所以我就随时随地有个袋子 阿姨您也是常被硝酸肝油和塑胶救新丸 对 我是有时候出去玩 觉得后背疼 我就吃 那个塑胶救新 我一吃就是十个粒 搁到舌子底 痕着 但是我不厌 第一次就十粒 每次我都拿 只要是觉得难受 就搁嘴里的十粒 就横着它 不管它 一般这十粒含完效果怎么样 就没事 什么事都没了 那硝酸肝油不就用不上了吗 硝酸肝油 你可以就是再难受 你就可以一块吃 那个硝酸肝油有点苦 我就那片就直接喝水咽了 硝酸肝油得浮进去 对 有的时候我们老哥们老姐们的 它突然间就是心脏不舒服 憋气出不来 你说这个时候 到底你说是 哥 塑胶救新呢 还是硝酸肝油呢 所以我们是也挺纠结的 是吧 哥姐姐们 我觉得这必须 还是得问一下王主任 所以到底这个硝酸肝油 还有塑胶救新完 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应该如何选择 如何服用 用量又是多少 哪些情况特别危急呢 王主任 仔细地帮我们详解一下吧 好的 就是我特别高兴 咱们这个观众朋友 能够有这种就是意识 然后有这种基础疾病的 有心血管基础疾病的 能够随身地携带硝酸肝油 和这个塑胶救新 但是我经常也听到 这个患者会问这个问题 那到底硝酸肝油和塑胶救新 它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知道硝酸肝油 它是一个吸药制剂 它是一个硝酸质类的制剂 它能够扩张灌脉 扩张咱们心脏的那个血管 它能够扩张灌脉 它怎么用呢 一旦不舒服的时候 比如说胸闷 胸痛 包括刚才咱们观众说 后背发紧 有可能就是一个心脚痛的 一个临床症状 一旦有这个症状出现的时候 舌下寒服 它一片是0.5毫克 所以舌下寒服 这是寒服的 寒服 硝酸肝油 因为它寒服吸收最快 比吞服吸收得要更快 起作用更快 如果要是寒服一片 还症状不缓解的话 五分钟可以再重复一次 再寒服一片 还是舌下寒服 如果要是五分钟不缓解的话 还可以在五分钟之后 再寒服一片硝酸肝油 这是第二次 如果要是寒服第二次 还不管用 可以服用第三次 就是还是舌下寒服第三次 主要是第三次 寒服硝酸肝油 还是不管用的话 就不要再寒服了 估计就是已经心梗 就不是心脚痛了 有可能就已经心梗了 这种时候就要快速地 拨打120 赶快去医院 做好去医院的准备 这是硝酸肝油 刚刚开始 咱们那个病例 它实际上是 这个警觉性很高 它自己含了一片硝酸肝油 但是不缓解 然后它赶快就去医院了 所以去的是比较及时的 那大家看这个塑效救心呢 塑效救心是一个中药 它里边的成分是 穿雄和冰片 大家知道 穿雄是活血化淤的 然后冰片 它是一个心梁芳香的 能够这个透散的 所以不管是心脏的问题 还是由于其他的问题 比如说我刚刚特别生气 然后我也胸闷 然后也可以含这个塑效救心 它适用的范围更宽泛 那一旦出现胸闷 憋气甚至是胸痛 那怎么含这个塑效救心呢 一次10到15粒 我们一次用10到15粒 塑效救心 它是有开胸顺气的作用 有活血化淤的作用 然后有的观众朋友会问 说那我真正的难受的时候 那我能不能同时用 实际上可以同时用 但是建议大家主要的用硝酸甘油 因为这个是明确的扩张灌脉的 以硝酸甘油为主 我在这个现场也特别想 跟大家再说一下注意事项 就是用硝酸甘油 注意事项 因为在我们平常抢救的时候 遇到过这样的病人 他当时很不舒服 所以他就把一把的硝酸甘油 一下喊下去了 这个一下喊下去 后来问了一下是多少呢 是5片的硝酸甘油 实际上就过量了 这个硝酸甘油 大家知道在扩张灌脉的时候 它还是扩张其他的血管的 所以来了以后 不但心脏有问题 它血压也有问题了 就还要抢救他的血压低 还要抢救他的心脏 所以硝酸甘油用到3片 而且每5分钟 用到3片的时候 如果要是不管用 就立刻去医院 就不要再多寒了 多寒就会有 适得其反的这种效果 明白 所以总量不超过3片 这个其实是一个救命的提示 血压降下去的话 适得其反会更加危险 但是很多叔叔阿姨 她是既寒了这个硝酸甘油 又同时使用了塑酵救星丸 这个时候会不会有一个 药量叠加的问题 没有 这个是可以的 同时用是可以的 但是呢 还是嘱咐大家 不要认为塑酵救星 能够替代硝酸甘油 首选硝酸甘油 辅助塑酵救星 总量不超过3片 及时拨打120和救一 这些都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记清楚 也没有关系 拿着手机扫描 我们的二维码 点击关注我们养生堂的 微信公众号 收入关键词 辅贴就可以看到完整的 然后非常详细的 这个硝酸甘油 还有塑酵救星丸的使用方法了 但是刚才我们也预告了 说其实王老师带来的 那一杯代茶饮 阿姨尝的那个 对于我们气阴两虚 这个季节的条理来说 让我们远离心梗的风险 也是很有效的 到底里面的秘密是什么呢 王主任 咱们这边请吧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说气阴两虚 有可能会让我们在这个浮天里 又热又湿的时候 离心梗特别地接近 是 所以应对的这一杯代茶饮里面 到底有哪些秘密呢 主任 咱们来一起揭晓一下吧 好 三 二 一 好 我们把它们拿出来 让王主任帮我们详解一下 刚才咱们熬的那杯水 实际上是这几个要组成的 大家看看这个是西洋参 这个是益气养阴的 然后这个是麦冬 然后这个是五味子 实际上人参麦冬五味子 是咱们一个传统的 补气养阴的一个方子 叫生麦散 然后由于咱们是有这个 心血管疾病的这个基础 所以我们在补气养阴的基础上 加上了一个单参 它有活血化瘀的作用 所以咱们就是有心血管基础 疾病的这个叔叔阿姨 在夏天的时候 可以适当地喝一些这个带茶饮 能够这个益气 能够滋阴 然后还能够活血化瘀 对自己的这个血管 是有一个保护作用的 我们大屏幕上给出了 具体的一些课数的参考 香参三克 麦冬六克 五味子三克 单身九克 煎煮十到十五分钟 然后带茶饮用 这里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或者是禁忌啊 没有太多的禁忌 这个比较平和的要 明白 没记清楚的话 关注我们养生堂的微信公众号 也能获得我们完整 带茶饮的方解 刚才我们说的 只是服天里的第一个 致命危害 还有一个离您也很近 是什么 咱们也一起跟着小片去看一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所以我们要讲的三幅天的 第二个致命的危害 难道就是中暑吗 王主任 是的 这个在每一年的夏天 我们都会抢救这个中暑的病人 尤其是中暑的老年人 这也是为什么我是 这个来咱们养生堂 想做一下这个科普宣传 提醒大家要注意的这个一个事 但我发现胖姐好像在质疑 是的 因为我觉得这只是个个例 就像这个老哥哥 他把这空调开错了 所以呢 他这个中暑 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实生活中 不是特别多 是吧 哥哥姐姐们 同意的举手 同意胖姐说的 中暑是个例 我们中暑啊 也就是什么 头晕乏力啊 恶心啊 倒不至于致命 同意吗 这连连点头的咱都举个手 支持胖姐一下 同意快 同意我说的赶快举一手 你瞧瞧 都是这样 就是说你说中暑 要命的少 刚刚胖姐说的 其实是代表了很多人的这个想法 我也看到这个台下的观众 大家都基本上同意胖姐这个说法 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 咱们来看看啊 这个大屏幕上 有这个先兆中暑 都有什么症状呢 比如说有口渴 有乏力 有出汗多 有头晕眼花 定向力的障碍 有耳鸣 有恶心不想吃东西 这就是咱们刚刚胖姐说的 大家都比较同意 是一个中暑的这个表现 实际上这个是一个 先兆中暑 或者叫中暑先兆 这还不是真正的中暑 真正的中暑是什么呢 这是之前的那个 就是中暑的一个版本 有先兆中暑 有轻症中暑 有重症中暑 大家先看看之前的这个版本 这是之前认为的一个轻症中暑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 2019版的这个中暑的诊断 已经不是现在的诊断了 这些都叫中暑先兆 不是真正的中暑 真正的中暑 大家看这边啊 除了这个中暑先兆 进一步发展 然后到了这个重症中暑 重症中暑 重症中暑是什么呢 咱们说有热痙磷 热衰竭 还有热射病 出现多脏器功能不全 甚至是多脏器功能衰竭 这种情况就会有生命危险 而且这种情况真正的抢救 是很很难抢救过来 是多脏衰 所以我们理解的那些中暑的症状 它只是中暑的前兆 是 真正的中暑非常危险 但我们在想 是不是真正中暑的人也不太多呀 这也是大家可能接触急诊少 所以可能了解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在我们就是每一年抢救 都会有这种重症重暑 抢救不过来的这个病例 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们自己亲自抢救的病例 这个病例是一个阿姨 是一个老年女性 她是当时得了脑瘦管病 但是住院以后 康复得非常好 所以她后来就出院了 然后由于住院这个时间比较长 然后出院的时候头发是比较长 所以她想去理理发 当时是一个三幅天 她不想走太远 所以就在就是小区外边那个 路边上 路边上的理发的 就是在露天的理发的 这么一个点去理发 由于她走得比较慢 然后再加上理发 实际上从去到回来 也就是两个多小时 下午两点多去的 到晚上七点就开始发烧 她的发烧 咱们说中暑的发烧 和咱们平常的发烧不一样 然后咱们平常的发烧 比如说你感染了可能 38度39度就比较高了 但是中暑的发烧 一般的都是40度以上 这个阿姨当时烧到41度 去了以后是41度 我们考虑她就是中暑 所以快速地给她进行抢救 但是这个阿姨抢救 最后是没有抢救过来的 所以这个情况 还是提醒咱们中老年朋友 要注意这种情况 而且有这种高温高湿环境下 这个流行病学的调查 咱们可以看看这个调查 这是在这个上海市的某一个区 对于这个高温中暑的流行病学的 一个调查 咱们看看中暑的人群她选择了是342例 然后这个轻症占61.4% 重症并不少见 大家看看重症并不少见 重症占了38.6% 而且尤其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大家会有一个这个误区的 就是认为这个老年人中暑少 实际上不少 大家看看最后这个重症重暑 是以老年人多见 老年人更多 所以还是很可怕的 是的 是的 这个真的颠覆了我们对于重暑的认识 居然不经常出门的 不涉及史外作业的老年人 重症重暑 也就是危及生命的情况 并不罕见 那原因是不是就出在家里了呢 有人跟我们说说 我们日常生活中哪些情况 哪些情况就会让我们中暑 就是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也是我自己亲自抢救过的一个病人 这个病人呢是一个老年的男性 以前是一个脑袖管病后遗症 他是卧床的 神志很清楚 但是他是一个运动性诗语 自己说不出来 也的确时不时的 就是每一年可能有两三回 会有肺炎 然后到医院来这个住院 就是夏天在三伏天的时候 家里是怕吹着了 然后怕这个感冒了 然后怕肺炎了 不开空调也不开电扇 而且怕他着凉还盖一个小被子 结果有一天晚上就开始发烧了 去了医院以后呢 一两体温是40度以上 给他查没有肺部感染 实际上他应该就是在家中暑了 然后我们按这个中暑的这个治疗 赶快给他救治 这个老人后来就恢复过来了 接下来要讲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特别的重要 每一家都在救 开不开空调 开多少度 开多少时间 在打架 咱是不是先问问 现场的观众朋友 这样吧 我先做一个现场调查 在家里现在不开的举一下手 可以吗 这都是不开的 不开的 那我问一下第一排的叔叔吧 帮叔叔定一下话筒 叔叔您为什么不开空调啊 我觉得空调开着不舒服 因为门窗都得关闭 所以闷得好 不同风 所以我要开 也是开很短一段时间 半个小时 或者一个小时 您都开多少度啊空调 二十七八度吧 二十七八度 这叔叔觉得啊 这空调第一是我就不想开 第二是即便我开了 也就半个小时表现的机会 因为开时间长了 我就不舒服 我会觉得外面条更热 再问一下开空调的叔叔阿姨 举一下手 我经常开 阿姨您家经常开空调吗 经常开 几乎一天就开四五小时 每次开多少度呢 一般在二十七度二十六度 二十七二十六度 二十六度 二十六度多 通风通完风 再把窗户关上再开空调 这外面一般多少度的时候 您开空调啊 每天是什么时间段开啊 反而这跟你天气 反而一热就开呗 晚上睡觉开吗 开 那什么时候关呢 一般就是反而觉得 温度差不多了 屋里挺凉爽的就关了 胖姐呢 我是您瞧我这身条不用说 肯定开 而且呢我开的温度都很低 就是二十度挖凉挖凉的 但就我来讲 其实我倒跟那大哥一想法 我不主张太开空调 最让人他不禁吹 小分一吹感冒了 稍微一挪动肺炎了 很多老年人都是得了肺炎走的 对吗 哥姐姐们 我们最怕的就是肺炎 而且你想啊 在屋里冷外头热 您这一出这一冷一热 立马它就有危险 这里面的误区可能会特别多 一个是到底这个空调怎么使用 能够对我们的健康更有利呢 到底应不应该开 开短时间 开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从我们自己这个在临床上的角度来讲 我们是建议大家就是在家里 其实是使用空调的 营造自己在家里一个舒爽的这么一个氛围 但是呢开空调其实也不是 就是像刚才胖姐说的 我开到二十度挖凉挖凉的 然后一出去轰一下特别热 一进家里特别特别凉 其实我们是不建议的 那样的把这个温度保持在一个 刚才说的二十七度左右 二十六度二十八度之间 其实是比较合适的温度 比较舒服的一个温度 另外也是建议大家 咱别让空调直吹 咱们现在有那种那个空调的那个挡风板 我觉得有那个挡风板还是挺好的 我今年我们家把所有的那个空调 上边都买了一个那个空调的那个挡风罩 我就敢这个一直晚上我就睡觉 我能一直开着空调 在这个之前我也是不敢吹 这个一吹就觉得特别难受 所以有了这个挡风罩 我觉得就我能一直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 开着这个空调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叔叔担心的 他说我这一开空调我们家也不通风 是这样我们也建议 就是在开空调的这个过程中 也适当地要通一通风 如果要是老是密闭的这种环境 也不好 在中间要通一通风 两三个小时通一次风 这是一个建议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时候开这个问题 我是从一入夏天 我就跟我妈说这个空调咱得打开了 我妈说不行 得等着 这温度还没上来呢 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 其实刚才咱们有一个观众说的 我觉得热我就开 这种情况其实是自己的一个体感温度 但是从咱们说 如果要是室内温度真是到了30度 那是一定要开的 不要太高了 因为30度 如果要是湿度又高 然后温度又高 一个是咱们体感非常的不舒服 另外一个其实是容易生病的 所以我们大屏幕上也给出了一些提示 温度超过32度 空气相对湿度超过70% 老年人应尽量减少外出 这个温度还有湿度 都是指的室外的温度 减少外出 在家里面合理的正确的使用空调 这个是正确的一个避暑的方式 刚才那个阿姨基本上开空调的理念 都是对的 所以我们鼓励阿姨 送上我们精美的奖品一份 阿姨 鲁花为您送健康了 鲁花高油酸 花生油 油酸高抗氧化 青春派健康油 我们祝您越吃越年轻 阿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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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我们在家里面 战鼠的方法也是不少的 过去就觉得一杯绿豆汤 是吧 然后右手来个大西瓜 但是今天我们的战鼠利器 是王老儿带来的 有一个我们的是汤 消暑汤 还有一个是益气 消暑茶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现场我请两位观众朋友 上台帮大家尝一尝 来 哪二位想来帮我们尝一尝呀 二位阿姨一看就是战鼠有高招 气色都挺不错的 是 王主任 这二位阿姨是可以随意选吗 还是说也要有适应症什么的 就是咱们这个有一个叫消暑汤 有一个叫益气清暑茶 这个消暑汤大众都可以喝 在家里都可以做 然后没事大家一家子 可以每人喝上两杯 但是这个益气清暑茶 它是有一定的针对性的 主要针对平常咱们有基础疾病的 然后气血比较弱的 比如说有性功能不全的 有慢阻肺的 有肿瘤的 总之是正气不足的 夏天喝一喝这个会受益的 好 那二位阿姨有没有觉得自己 这个气稍微有点弱的 来 我的正气不准备太足 选那个茶 能感觉到这阿姨说话 底气都有点弱 那阿姨就麻烦您替我们尝尝那个益气消暑茶 然后这位阿姨您尝这汤吧 咱健康人群 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喝的 阿姨刚才喝的时候自己就忍不住了 我在那嘟囔呢 好喝 嗯 什么味儿啊 有那个绿豆味儿 是单纯的绿豆汤吗 也不能吗 不是 不是 我看这赏又不是 不是 里边有好多东西我也不明白是什么 消暑汤 阿姨常说了里面有绿豆 但是个很复杂的绿豆汤 里面是不是有麦冬呢 是不是有甘草呢 这都还真的不一定 我们稍后揭晓 我们再问一下这边这位阿姨 一股甘甜的味道 回味一下是 比较香甜还那 喝单身那种味道似的 哦 阿姨很专业 阿姨说前味儿 这都是分前中后的 前味儿是甘甜 中味儿是香甜 尾味儿是有单身的味道 对对 这个一去消暑茶 还有我们的消暑汤的秘密 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稍后揭晓 感谢二位在阿姨的参与 送上我们精美的奖品两份 我们为阿姨送上的是 养生堂行业独家战略合作伙伴 玉品高方提供的龟鳖草本高 为了答谢广大观众 对我们养生堂的热爱和支持 现在拨打栏目下方的电话 借有机会免费获取 玉品高方赠送的桑胜草本高 每天有100个免费的名额 千万不要错过 玉品高方做中国人自己的养生佳品 阿姨祝您健康 谢谢 极致营养助力 养生轻松给力 本节目奖品由中国国家攀岩队 乳品营养保障的三元极致A2牛奶 特别赞助 阿姨送您一盒三元极致A2牛奶 祝您每天营养满满 活力出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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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阿姨咱们先去休息一下 谢谢 主任 为我们一一揭晓吧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消暑汤 到底是什么呢 3 2 1 哇 果然有绿豆 这个消暑汤呢 主要是里边有绿豆 然后有乌梅 然后放上冰糖 大家知道绿豆是咱们的清暑神器 乌梅是酸肝养阴的 就是口感也是很好的 然后再放上冰糖 这个绿豆乌梅汤呢 大家在薯天都可以用 都可以喝 但是在熬的时候 需要提醒大家的 绿豆 绿豆 尽量的 如果要是不熬开花 是最好的 它的这个清暑的力度是最强的 如果要是熬开花了 也尽量的不要把皮去掉 要吃它的皮 它的皮的清暑的力度更强 这个如果要是脾胃虚寒的 尽量的少喝 这是一个 然后再一个呢 如果要是有糖尿病的 咱们就可以不放冰糖 不放糖 好 接下来这个 我觉得这才是大招 义气清暑茶 刚才我听到主任说 这个茶 其实它是有一些 针对的人群的 对 主要是针对这个体弱的病人 或是有基础疾病的病人 平常正气不足的人 更适合用这个义气清暑茶 到底里面有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3 2 1 3 2 1 哇 这东西可多了 首先这里边是有西洋参 咱们写的花旗参 实际上就是西洋参 咱们刚刚说了 西洋参它是有义气的作用 而且它不上火 它还有滋音的作用 所以咱们夏天一般的 就是义气 一般选用这个西洋参 然后麦冬 这也是咱们平常这个滋音的 这个一个药 然后另外这个有一个甘草 这个甘草是一个养音的 合胃的 义气的作用 另外还有两个花 一个花呢是金银花 这个可能大家 很多人都喝过这个金银花的 这个茶 一泡就行 它清热的力度是比较强的 喝上这个不容易上火 另外一个花是菊花 清 干净热 比如说咱们经常会有这种 眼睛干涩呀 然后容易眼睛有分泌物啊 有头晕啊 然后有睡不好觉啊什么的 用上菊花效果比较好 所以咱们这个双花参麦茶 有两个花 这两个花一个是金银花 一个是菊花 然后有西洋参 有麦冬还有甘草 这五个药组成了这么一个茶 这个茶呢 可以就是拿开水泡也行 但是建议大家还是煮一下 就水开了以后 差不多五分钟十分钟就行 它这个里边的成分 这个出来的更多一些 这个煮一壶 大家可以在家里 其实都可以喝的 明白了 具体的参考课数 我们也打在大屏幕上了 金银花五克 菊花五克 甘草十克 麦冬十克 西洋参五克 如果要是说有基础疾病的 正气虚的更合适 就是这个年轻人活蹦乱跳的 其实喝这个消暑汤更合适 你看消暑和顺利地度过福天 吃什么也很重要 这天胃口也不好 但是还得补婴还得补气 到底吃什么合适呢 接下来咱们进入到 我们的养生厨房了解一下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卤花养生厨房 今天终于来到了 高温冠军的一个节气 所以就叫做大鼠是不是 大鼠应该算是三福天里最热的一天了吧 我们都说叫大鼠小鼠上蒸下煮 大鼠的时候蒸煮的时节 另外我再考一考宗明 听没听说过七下八上的这个词呢 我听过七上八下 涮毛肚的时候 还有心慌的时候 那七下八上又是什么呢 这样在北方呢 七月下旬和八月上旬呢 是一个雨季 然后就相当于是南方的美雨季节 来临的时候 也就是这个时候 既热同时水还剩 所以是暑热加湿的这个时节呢 是的 就是又热又湿 身体里的湿气还不容易排出去 是的 所以这个时候吃点什么好呢 这个时节呢 对我们身体呢 会容易产生好气伤筋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注意既要去暑去湿 同时还要补虚 多进一些大鱼大肉也不好啊 这补虚怎么补呢 那这个时候呢 这种大鱼大肉的这种大补 肯定是不行的 不能像我们东陵进补的这种状态 夏季的时候呢 就要注意清补了 在这个时候呢 我推荐一个 可以用丝瓜来做的菜肴了 丝瓜呢一身都是薄 夏季不光是应激食材 同时呢还可以取到去湿的作用 丝瓜真的是下饭神器 因为它那个组织 其实特别容易吸收汤汁 跟海绵一样 是实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做出来之后 它乌秃秃的 泛灰色 不透亮 不透亮 对 这有办法吗 我在网上看过啊 什么加柠檬水的 加盐的 加白醋的 是 有一点点用 但有的时候 这菜稍微一放 就又变成那种暗灰色 没错 那个宗明刚才说的这几种方法 只能是短时间呢 保持丝瓜的一个颜色 但是要想让它长时间保持 这个不变色的状态 那我这儿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你往下看 对 那第一呢就是说 丝瓜的表皮 我们一定要充分地把它去除干净 那丝瓜表皮 也是一个变色的根本来源 这是其一 其二呢 丝瓜的两端 头和尾 我们在去除头和尾的时候 尽可能地多去一点 因为头和尾也极易变色 接下来就是把这个表皮 要充分地去除干净 露出里面白色肉的部分 那问问张老师吧 其实很多蔬菜的皮 是有营养的 比如说茄子 那丝瓜是不是也去掉了精华部分呢 其实很多的蔬菜的皮啊 它是有功效 但是呢它的口感并不好 其实我们不用做在菜肴里 比如说我们上一次 曾经推荐过的冬瓜皮 那这个丝瓜皮呢 像郝老师这样的刮掉 我看的是有点可惜 但是我们做菜尽归还是不好吃 其实刮掉也不用担心 可以用另外的一种方式 来让它充分发挥它的功效 丝瓜皮呢 有很好的清热解足的作用 我们可以让它煮水 来做代茶饮 你这丝瓜皮别扔啊 一会儿去煮水喝 它的功效 就会在这种丝瓜皮的汁水里头 老的发 那另外呢 丝瓜还有一个极一变色的部分 就是它的丝瓜瘴 所以呢 丝瓜瘴要充分地去除干净 我们在临床当中啊 是老的时候里面的那个丝瓜瘴 那变成了丝瓜落了 是一个很好的可以清肺啊 通酪化痰的作用是非常好的 那丝瓜呢 是一个干粮制品 可以有清热解毒的作用 同时呢 还可以化痰通酪 嫩的时候呢 可以入窑 可荤可塑 既可以荤食 也可以塑食 那在老的时候可以入药 能通能补 既可以补虚 同时还可以通酪化痰 看看好大厨之后的操作 首先是不变色啊 这个丝瓜 如果我们直接焯水的话 您做出来之后 它一定会变色 想让它不变色 我们要把它烹调方式调整一下 先过油再焯水 这样啊 那都已经过了油了 为啥还要焯水啊 就是去除它多余的油分 怪不得倒那么多油 一会儿吧 我们焯完了之后 再经过一遍焯水 它这油就渗出了 所以不要担心摄入的油过多 油温呢烧到五成热 下入丝瓜 等于给丝瓜上一层保护膜 对 这样它就不变色了 这个油温千万不能太低 太低的话 这个丝瓜也会吃入过多的油脂 是 我们说东养三九 下养三福 入福的这40天 其实是养生的一个关键期 所以我们养生厨房 也是特意为您准备了一个 三福养生日历 咱们可以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养生厨房的微信公众号 在对话框中输入三福 点击发送 它就会出来一个三福养生日历 点击这个链接 右下角免费领取 进去之后可以看到 初福 中福和末福 每一天都有一个对应的一些 代茶饮 菜品来推荐 所以您可以保存在手机里 随时查看 直接控油 非常漂亮 对 绿色就固住了 那这会儿可以看到 丝瓜的颜色就是非常非常漂亮 嫩绿的感觉 那接下来呢 这水里边少加一点盐 既可以快速去除 丝瓜表面多余的油脂 又可以让丝瓜入一个底口 一举两得 对 清烫一下就可以了 滑油 汆烫都非常快 锅里边来一点底油 不用多 然后我给它搭配的食材 配一点海米 然后来一点葱姜 我记得您刚才说有面积 这个时候还不处理它吗 别着急 海米这个爆香之后 加上开水 其实丝瓜跟海鲜跟肉都很配 所以叫做可荤可素 是的 那这个面筋你看 我提前已经处理好了 温水把它浸泡 泡透就可以了 然后直接把面筋下来 这面筋也是非常稀味 丝瓜也是 所以它们俩能配到一起去 那这会儿可以开始调入一些味道 一点盐 胡椒粉 海米本身就可以有很好的这种 入味 增鲜的效果 那如果喜欢吃这个鲜虾的话 我个人比较喜欢那种鲜虾的状态 再放上一些虾仁进来 双重鲜味 是啊 虾仁是有很好的补肾 通都壮阳 同时还可以有补气的作用 所以虾仁在这里面 就起到了一个我们夏季 来清补的里面的补物 这个面筋要有一个烧制的过程 让它充分吸收汤汁 这会儿丝瓜也可以一起下锅了 真的是很清爽这道菜 虾仁是一个温性的食材 是一个有补羊的作用 但是要清补 它配上丝瓜的干粮 就正合适了 所以非常适合夏季清补 看着也是清爽的感觉 是的 非常清爽 到目前为止 丝瓜一点变色的迹象都没有 非常的像翡翠 现在基本上这个所有的食材 味道都已经融合了 稍微的勾一点水淀粉 把这个汤汁给它收浓 白汁但是鲜味很足 咸鲜十足 那这种虾的鲜香已经出来了 这个丝瓜比放进去之前还绿 是啊 而且关键我们还要看 半个小时之后 它是不是还是脆粒脆粒的 是的 可以学一下这个方法 一个是要去皮 一个是要去嚷 然后先过油再过水 对 这丝瓜又口感好 又增香味 颜色又不变 是不是 做起来也非常快熟感觉 非常快熟 整道菜也就是十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丝瓜配上虾仁 可以帮助我们去湿 在大暑时节 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进行清补 谢谢大家 咱们